这个家伙不缺历史 不缺故事 不缺拥顿 40年来一直我行我素 大家喜欢他的高大威猛的男子气概 但有时候呢 又会抱怨他的不解风情 纵然啊 他已经收获了足够多令人艳羡的目光 但是呢 他也并不打算见好就收 如今他以全新的面貌试人 没错 就是我身边这辆2020款G500 时光铭客特别版 以前我问过一个姑娘 你最喜欢的汽车是什么呀 他跟我说大技呀 我问他你为什么喜欢大技呀 他想了想 因为帅呀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无法辩驳的理由啊 大技真的是40年一如既往的帅 那新款的车型实际上跟老款车型 它外观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们的家伙转有的 人都在留意 他不过来 也会中国人都在吧 他选择来 这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知道 但是他还能不能做 叫他 是 真的 有没有 disappeared 我有没有 用 我 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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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好看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它的细节 首先啊 先点火 哇 美妙的声音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里有两个 12.3英寸的这个大屏 而且的屏幕设计非常的奔驰 你知道有好多的照片 就是这种车主这样 给自己自拍的那个 特别特别的好看 要特别说一下 这个蓝白相间的这种配饰呢 是时光明刻特别版 它的一个才有的配饰 那你看啊 方向盘是白的 中控是蓝的 包括座椅呢 也是呼应的这种蓝白相间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在副驾的把手上面 写着这个Stronger Than Time 就是时光特别版的一个名刻 显得特别的优雅 高端大气上档次 相对来说 它确实不太精脏 那像我昨天就是发了 这个微博的照片之后 有网友说 说这个 大姐你这个盘两天 你这个方向盘不就脏了 我觉得啊 其实比较精致的女孩子 她可能开车的时候 她是会戴着手套的 而且呢 会有专人来护理这个车 另外呢 就是你这么万个字 你可以看到 就是奔驰比较标志性的 圆形的出风口 这里两个 那里两个 也是设计的很精致 还有就是 常常提到的 我们说的大G的三把锁 它的控制按钮在这里 那一会儿呢 我们会给它演示怎么挂 另外就是 普通版的这个G500 它的表呢 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可能跟AMG相比 AMG它是万国的表 那这个上面呢 它只是画了一个奔驰的logo 不过呢 依然还是非常的 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嗯 另外要说的一点是 它的车门 那奔驰我们都知道 它所有的这个 座椅的操控按钮啊 都是放在车门侧面上面的 然后这样你是可以 随手呢 去操控它 不过就是因为 它车门有点设计的太空轴 我刚刚第一次上车的时候 就没有找到开门的把手 但是一些不是问题 你用一用 就会很习惯 另外就是它的音响 它音响呢是柏林支声的 那车门上有两个扬声器 那这个两个侧面呢 也有两个扬声器 那中间有一个中置 它的这个音响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希望有机会呢 你也可以去试一下 那基本上这个前排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 那现在我们就把车开起来 看一看它开起来感受 是什么样的 那新款的搭计呢 它还是沿用了老款的那个发动机啊 代号M176 这是一个4.0升V8的发动机 双光轮增压发动机 从车身标识上呢 你就可以看出来 那它的最大功率呢 是310千瓦 最大扭矩呢 是610牛米 那相对来说啊 动力系统变化比较大的呢 是它的变速箱 从原来的7档变速箱 换到了现在的9档变速箱 那档位多了呢 就是它的平顺性会更好 精细性也会更好 从官方数据啊 来看 新款的搭计 它的0百加速成绩呢 是5.9秒 那它的急速呢 是210公里每小时 所以呢 虽然不是AMG版本啊 但是从它的这个数值来看 它也已经提升到了性能SUV的行列 另外啊 从技术层面来说 这台发动机 它增加了叫CAM-Tronic 可变气模控制技术 那就是说 在经济模式和舒适模式的情况下呢 你的发动机运转在800 到3250转的这个情况下 它可以实现B缸 就是说它可以停掉四个缸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能够大大的提升 车辆的燃油经济性和排放 另外啊 就是和我以前驾驶过的老款大技相比 那包括呢 我也跟大技的车主 有一些交流 他们说就是 新款的大技呢 运用了很多这个电子的技术 然后并且呢 这个车辆的舒适性啊 还有这种可控性呢 比以前更好了 就更适合女孩子来开 那在这条路上呢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转向呢 就是比以前呢 要轻盈了很多 那实际上是因为它呢 原来采用的是这种液压助力转向 那现在呢 完全采用的是电子助力转向 另外啊 新款大技的悬架呢 也是有所改变的 特别是它的前悬架 以前呢 是整体桥是非独立的前悬架 那现在呢 改成了双叉臂式的 可能啊 就是这种改变 对一个想暴改大技的人来说 可能不算是好消息 但是啊 对于这个大技在公路上行驶的舒适性呢 它的提升呢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这一点我们在这个路上开 就能特别明显的感受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方向盘左手边的这些按键 它基本上都是跟驾驶辅助相关的 那别人有的呢 其实奔驰也都有 比如说车道保持啊 这个定速巡航啊 包括预碰撞这个预警系统啊 这些呢 通通都有 那右手边的这些呢 其实就是整个影音娱乐系统的 它的一个控制键 还有包括它有语音识别啊 你和语音识别 让它导航带你到哪哪哪 那实际上啊 今天要给大家多说一点 是它的这个座椅 简直是叹为惊人 就是它的功能太多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控制面板里按下去 就是这里有一个车辆设置 它里边有座椅选项 那我们再点准确 你可以看到 这写着叫动态多仿型座椅 然后我们选一个是这个 然后选在它有三个级别 就是关闭级别一级别二 现在级别二的时候呢 座椅箱呢 就是有两个黄线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两边的侧支撑 它实际上是怎么用呢 就是当你速度比较快的时候 然后你去打转向 那你呢 驾驶员呢 这个重心都会转移 这个座椅的两边 它会动 就是它会给你一个辅助的力 它就会收紧 帮助你来 那个增加它的支撑力 就是非常非常的周到 想得很体贴啊 来我们来转向 哎 你看 可以感觉到 就是 它在给你额外的这个支撑 另外还有一点 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 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了 它这个座椅按摩也是 点进去看一下 就是有八档啊 第一个是高强度 然后是背部热食按摩 肩部热食按摩 激活按摩 经典按摩 波拉按摩 松弛按摩 主动靠背 然后还有这个 主动锻炼做点 就是它的这个 给你座椅这个 按摩的模式 就是高达八种 这个设置真的是让我服了 就真的是让你 驾驶这个车啊 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让你享受最好的massage 虽然悬架的形式换了 但是啊 越野依旧是大气的强项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车开到这种非铺装路面上呢 来试一试它的悬架各方面的越野性能 不过你要是问我 它在这条路上开起来感觉怎么样 说实在的 如履平地 我觉得跟刚才上面那个铺装路面呢 没什么区别 别说用它的这三把锁了 我估计啊 它这全十四区可能都不用太使劲 就能应付这种路况 说到它的全十四区 它应该是采用的这种四六分配 就是后边的动力呢 会多一点点 哎 你看啊 这走起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跟老款的大技相比 这个新款的 它的这个悬架的条件呢 还是相对来说 柔和了一些 就是它多了一些缓冲 不像老款的 那么直来直给 就是特别慢 特别硬的那种 好 虽然这个路啊 有点遗憾 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充分地体验 它的越野和三把锁 但是呢 我三分其实很多人很好奇 就是它这三把锁的一个工作状态 来我们把车停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它这三把锁怎么工作的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个三把锁上面呢 是标明的数字的 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按顺序 第一 写着一的呢 中间有一个小约圈 你就知道它是中锁 要先开这个 来 黄灯和红灯同时都亮的 就说明它已经处于工作状态了 那我们就可以来挂第二把锁 第二把锁是后锁 来 挂上之后 你会发现 它在黄灯的状态 黄灯是准备状态 实际上它还没有挂好 那如果 通常就是采取的办法 就是你开一开 轮胎呢 一打环的时候 它自动就挂锁 但是可能 这条路太平 它挂不上 那我们其实就想 有个办法 其实就是 你稍稍地 打一点方向 然后再去踩 轮的时候 你看它就挂上了 一下就挂上了 第二把锁挂上之后呢 那我们再选前锁 那是同样的方式啊 我们再打轮 走 来回动 哎 你看 目前呢 状态就是三把锁都已经挂好了 那在这种状态下呢 你就可以去这个走沙山 然后跑隔壁 可以去浪 不过啊 说实在的 你要是去浪 你为什么要买一个时光明刻版呢 你看这么柔美的内饰 为什么要去大西北货沙子呢 有钱人的快乐 我们不懂 那要说取消的操作呢 就更简单了 你直接按一下一 中锁 那它所有的都自动就关掉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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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拜